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15号星期二 那么在今天距离美国大选的投票日11月3号 前后计算还有大约50天的时间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您谈到的 这是首先就是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无论是川普的阵营或者是前副总统拜登的阵营 现在双方都准备了一大批的律师 那么准备不管是胜选或者是败选 恐怕都要有一场法律大战 我们知道如果是胜选的话 那么对方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胜选的整个机制的运作当中 那么是挑出毛病而进行法律的诉讼 如果是败选的话如果这个败选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那么可能有一方也要来争取 是不是有重新计算或者其他补证的机会 所以呢在双方的阵营都准备进行一场法律大战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律师都投入彼此各自的这个阵营 那么其次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跟您谈到这是 在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传出他的丈夫呢跟中国大陆有生意 其实这个生意并不是真正的生意 只是传言而已 因为他的丈夫呢实在是实际上是给一个律师楼工作 而这个律师楼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生意的来往 如此而已 然后我们要跟您谈到就是在今年的大选呢 那么是选举人票跟选民票 这两者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有没有可能在2016年喜来利克林顿赢得了选民票 但是输掉了选举人票 这样的状况再度发生 而选民票跟选举人票 在美国总统的大选当中 各自是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也在稍后的节目里面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然后我们要在今天节目里面 要谈到纽约市市长的选举 纽约市市长选举在明年将会要开始进行初选 然后明年呢要选出新的市长 然后这个新的市长 有没有可能叫做朱利安尼 因为在过去纽约市的市政建设呢 可以说在朱利安尼的时代 对纽约市的贡献被认为是最为杰出的 而且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怎么又可能是一个朱利安尼呢 因为他的儿子要出来集权了 最后要跟你谈到 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那么在前两个礼拜传出裴洛西在旧金山 去进入法郎里面做头发 而这个做头发又违反了旧金山的当地的 对于疫情的规定 那么所以呢 曾经有过很多在社会里面的一些的评议 但是那么这个评议呢 现在各说各有理 但是最是这个结果呢 是那一家法郎经不住各方的这种批评 各方的对他的意见 现在不得不最后关门了 好我们首先要谈到 就是两方阵营要进行了法律大战 那么在川普总统的阵营 他的法律的阵容已经是非常现成的 那么事实上从司法部乃至于在 总统的白宫的这个司法部门 那么他们都已经有了非常 已经是很长时间的这样子一个准备 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备战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拜登的这个阵营 为了要应对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呢 那么就是现在开始 事实上其实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就是造兵买马 在整个的这个法律阵营当中 可以说也算是身世浩大 那么根据在最新的印象报道 这是美国这个纽约时报 所做的刊载的报道 说在拜登的阵营里面 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法律队伍 这个法律队伍是由两位前任的 司法部的副部长来领导 然后在队伍之下 达数百名律师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竞选活动当中 他们要肩负起 要为拜登来保护他法律权益的责任 那么这可以说是在过去总统竞选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个选举保护的一个计划 一个专案的一个法律行动 那么这一场的这个法律上面的 有关的这个斗争呢 我们可以说是是聚系民意的 那么从怎么样来进行投票 乃至于是计票选票的方法 那么都可能会涉及到法律的纠纷 那么拜登的高级官员说 为了保护这个选举的完整性 有必要要加大力度来对付一些 可能出现的一些蛮骗的这些的行为 所以这个行动呢 将由曾经担任的拜登前副总统 2020竞选总顾问的 名字叫做Dana Ramos 跟欧巴马政府前任的白宫顾问 Bob Burrell来负责 Bob Burrell曾经在这个前一阵子 时间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加入了在这个拜登的阵营里面 担任一个全职的工作 是高级的总顾问 那么他们在这个架构之下 那么有些什么部门呢 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分得蛮细的 那么总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就是Litigation的一个部门 它是特别诉讼的部门 Special的Litigation 然后这个部门呢 是两位前任的司法部副部长 会在这里来加入 他们这两位司法部副部长 一位名字叫做Barrigli 他是这个Way Lili 和另外一位叫做Delinger 他们这两位呢 是前任的美国政府 包括了欧巴马政府时代的司法部部长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民主党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一项是民主党的可以说是御用的 党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团队 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团队呢 那么负责来招聘买码 他将是关注于州跟州之间 关于投票跟计票规则的这些的斗争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架构当中 除了是最后的这个投票 然后计票 然后这个对于这些投票里面可能发生纠纷 而且他要细致到每一个州都有专职的这个律师 来负责这个州里面的相关法律业务 甚至于在大的一些城市 那么都有这个被指定的律师 来负责这些地方的有关的法律的业务 所以从这里你也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是一个这一场的整个的进选活动 需要多少位法律的这个专业人士 来从事于来协助这样子的一个竞选 那么事实上 今年的2020总统大选呢 也被认为会是一个在法律的问题上面 错终复杂 而且最后可能需要真的动用很多的律师 很多的司法人员 来在最后抽丝剥茧 来理出一个法律头绪的这样子的一个投票 那么在这个投票 今年的投票 这个除了是一般法律上要认定的这个投票行为之外 另外还包括了今年特别的是像是冠状病毒 而引起了很多的州呢 他们从事于邮寄的投票 那么邮寄的投票 在前一段时间川普总统就已经是认为 这种邮寄的投票弊端会很多 他说是充满了诈气 尽管他个人也曾经是在过去也做过这个邮寄的投票 那么他在这个在过去的投票历史上曾经有投影用邮寄来完成他的投票 而也很多的共和党的官员有跟不一样的认识 认为说邮寄投票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有一些共和党官员也都是来鼓励用邮寄投票的方式来进行 但是今年因为 因为这个疫情关系有很多的州呢 他们把他们的重点放在邮寄投票上面 而且也设计了很多的投票的方式 让这种邮寄的投票呢 能够来消除任何的这个这个可能的污点 让每一邮寄投票能够非常完整的合法的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邮寄投票 但是终究比较规模比较大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投票行为 他中间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法律上面的解释 那么这是需要法律专业人士来就这一些的问题 那么来进一步的来仇视莫检来做一些的厘清 那么像是在过去多年以来 那么川普总统一直就这个邮寄投票 可能出现的一些的欺诈行为 例如说怎么可能会有已经死亡的选民 现在他的名字也出现在选举册里面 然后来这个进行投票 他就曾经指控说 2012年在当时这个欧巴马总统的这个竞选连任 就曾经有过已经死亡的选民的名字呢 他们在最后来进行了投票 那么甚至于在2016年 当这个川普总统他入主白宫以后 还曾经在白宫里面成立了一个叫做投票诚信委员会 用这个委员会呢来在调查在过去曾经是不是有过这种投票欺诈的这种情况 那不过这个委员会最后也没查出任何的东西 那么他在2018年这个委员会也就解散了 今年呢随着邮寄投票的扩大 然后这个有关的邮寄投票的一些可能的一些的行为 跟可能的一些的弊端 现在也常常被提了起来 那么川普总统在6月份的时候呢 他说到处都是欺诈 我补充说我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啊 最腐败的一项的选举 我们不能让这样子的一个腐败的情况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说辞 也就让未来是不是在这种的邮寄投票 或者是其他选举行为上面的法律诉讼 埋下了一些的伏笔 也难怪在两位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各自阵营里面 现在都已经架势好了这么多的法律人员 准备到时候如果必要 就要从事一场庞大的法律战争 今天接着要跟您谈到 就是在最近呢 有一个说法说 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Kamara Harris 贺锦丽 他的丈夫跟中国大陆有生意的来往 其实有生意的来往 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本来每一个人都会有生意 而这个生意可能是一个跨国的一个生意 但是呢 有心人是如果说再把它夸张一点的话 那么就染上了一些的被悬疑的色彩 这在根据中央社所做的一个报道 说这个中央社的报道 也是引用美国的媒体所做的一些的分析 说贺锦丽呢 她的丈夫 名字叫做任德龙 任德龙任职的是一家的律师事务所 名字叫做欧华律师事务所 DLA Pepper 这一家律师事务所 而负责这一家律师事务所 主要是包括了一些的提供 跟中国旗下的一些企业有关的咨询服务 并且也聘用了一些现任的中共官员 根据美国新闻媒体 国家脉搏 The National Post 她所做的一个报道 说这家欧华律师事务所 是一个跨国法律公司 具有将近30年在中国 承揽业务的经验 公司里面的中国投资服务部门 有140名以上的律师 从2017年开始 任德龙 就是贺锦丽的先生 名字叫Douglas Amhoff Amhoff的任德龙先生 他就是就在这个欧华律师事务所里面 负责有关智慧财产权 以及科技业务和新闻媒体体育娱乐部门 来担任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欧华律师事务所在美国跟在欧洲 都有历史很久 而且深入当地的所谓的中国服务台 也就是专门为中国的企业服务的一部分的业务 那么欧华律师事务所事实上也为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业务 表现得很出色 感觉到很骄傲 他们说他们可以随时关注于中国事务的咨询服务 不过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这是特别是在现在当竞选期间 当时都是把很多的这个竞选的一些 一些的这个目标是对准了 对中国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些的批判 因为是事实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很多的美国人民对于中国在这个疫情上面 应可能应该负责任的部分呢 都表达他们的不满 所以呢 争取这些选民的选票来源 变成了两位候选人 他们对于中国政策上面的一字口出笔伐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一谈到中国就是变成了一个很敏感 其实这对于这个对于贺锦丽来说 这不过是她丈夫的一个工作 而她丈夫的工作这个律师事务所 那么只不过是刚好是对于中国的律师 对于中国的业务呢 是一个一个比较出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不过这仍然可能会留下一个口舌 因为什么呢 这个口舌就是说欧华律师事务所在未来 如果贺锦丽她当选了副总统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被一些的产生一些谣言 比如说是不是会不会被中共所利用呢 那么这时候这个对于这个贺锦丽 会不会她的先生 那么跟中共的自己的关系 使得中共可以走这个小门了 或者是说甚至于可能会 说不定在以后再冒出一些 所谓的财务利益纠纷了等等 那么这都是在可能在选举上面 那么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实质上就现在而言 那么贺锦丽的先生 她的实在是跟这个选举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接着我们要谈到 就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 这家律师事务所啊 她也现在被批评 同时也被美国的新闻媒体 她就理出就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里面的几个负责的人呢 也至少有一两位是跟中共的官方有关系 是退任的官方人士 那么被点名出来的一位是负责在律师事务所里面 诉讼和监管部门的一个负责人 名字叫做杨大明 她在2013年曾经担任过 中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 并且在2019年进入政协 担任过政务委员 那么这是被点名 说是在这一家的这个律师事务所里面 有跟中共之间的官方曾经有过的这样子的关系 那么接着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跟你谈到 就是在2016年所发生的选民票跟选举人票 这中间有差别的情况 结果呢 选民票更多的这一方 就是喜莱里克林顿 却在2016年的竞选当中失败 那么选民票更少的一方 但是却拿到更多的选举人票 结果当选川普总统 所以这样子情况 今年有没有可能发生 那么由于今年呢 在民意调查上面 现在拜登的民调的情况 要比川普的民调要更高一些 所以呢 这种情况就显示 拜登有可能在选民票上面 最后赢过了这个川普 如果早先曾经也有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说如果说是在这个选民票 如果赢过这个川普呢 拜登赢过川普 如果是在1%以下的话 那么这个是很危险 他真的是不一定能够成了 因为选民票 即使选民票再多 但是他有可能他的选举人票 最后输给川普 那么在那个分析当中 说只有说在拜登 赢过了这个川普 5%以上 那么拜登他的这个选举人票 才可能是比较保险一点 那么在2016年 在当时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事实上是 喜莱利·克林登 他赢过了他的对手川普呢 可以说是赢过了相当多的这个幅度 那么甚至于是300多万票 但是最后他还是在选举人票 结果输给了川普 结果这个白宫的宝座被川普拿下 那么在美国的选举人的这个制度 跟选民的这个选民投票 这样子的两个系统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在美国宪法里面 他的架构就是如此来设计的 而这个设计的架构呢 是可以说是对于在美国一直到现在呢 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一个比较更为可靠 而且是到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要比这样子一个架构能够取代的 那么即使在过去曾经有人说 我们应该要放弃选举人票 而是完全是以选民票来作为一个比较 那么谁的选举人选民票 那么就算是在这个全部的选民当中 他多出一票 他也可以当选总统 而不是看这个选举人票 那么在美国的历史上啊 那么在只有四次发生过 是在选民票多 但是选举人票少 结果失败的这样子的一个选举 事实上这个 如果说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美国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而这个选举人制度呢 事实上 他是从1787年就开始设计了 那么在当时因为是有两派的理论 在那边争夺 这两派的理论呢 一派是说 是这个 在这个按照 这个选民 他是怎么样 来进行投票 就应该来完全的反映这个选民的这个投票 但是另外一派的理论呢 他们则是说 如果说是这个各个州 他由于各州的人数的 这个选民的人数的不同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有可能是不一定能够代表了这个州的 这个选民的意愿 所以当时这两派呢 是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增值 所以最后来取其中 来设计了一个 就是由选举人票 各个州都能够来在这个选举当中 来 能够来产生他们的影响力了 这个影响力在哪里呢 这影响力就在于 你在全部的选举人票是538票 所以你必须要有270票 才能够当选 那么这538票里面 包括了是100位是参议员的票 是435位是众议员的票 另外还有三位 这是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华盛顿首都 华盛顿首都呢 他没有众议员 所以他没有众议员的投票 但是他却有三票是选举总统的票 所以呢 从这个100位参议员的票 435位 这合起来是535票 435位是众议员的票 那再加上这三票 这个华盛顿的这个首都 这个三票就变成538票 那538票 他可以反映到是什么 就是可以反映到 即使是你这个 你的州 像是纽约州跟加州 他的这个人口 很多很多 他是大州 但是最后的选举的结果 大州虽然是说 他们举足轻重 可以来根据他们的选民的投票 结果来决定 他们整个州的这个选举人票 都可以给都可以被被候选人所拿到 就是胜利的候选人可以拿去 但是虽然说他们的人数众多 但是小州只有三票的 三张选举人票的这种小州 比如说是首都华盛顿 那么当时在 比如说是在一个候选人 他拿到269张选举人票 就差那一票来 这个决定 他是不是可以当选的时候 这个小这个小州 比如说是首都华盛顿 这个三票就做了最后的决定 而这三票 如果说是在269票这一边 那么当然这269票就变成272票 他就当选了 那如果相对的是在另外一边 那么就是269票对272票 那么最后是在这个总计来说 那么是就输了 所以小州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变成了美国人在这个限制上面 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一种的设计 而在2000年2000年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选举人票 那么是最后的时候 是双方都已经势均力敌 但是都没有超过270票 然后最后他们要看的是佛罗里达州 因为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开出来 是一直是在两方在这个很少的 那么只有几十票差距里面 在那边浮游当中 所以佛罗里达州最后成了 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州 而最后佛罗里达州在最后的选举 判定是由这个共和党的当时的小布希 赢得了佛罗里达州 所以小布希就当选总统 但是那么高尔 民主党的高尔不服气 所以一路打官司 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后呢裁定是仍然是共和党的小布希 赢得了这一场选举 所以就是在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一张选票 那么这是小州跟大州 都各自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显出他们的一种的他们的地位 这是在今年的选举人票跟这个选民票 那么最后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的 可以说是一种错变 也就是2016年选民票喜来利益 他赢了三百多万票 但是在2016年选举人票 川普总统赢了 所以最后川普总统当了总统 所以今年这种的状况 可不可能再度发生 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有没有所关心 因为现在选举的态势 似乎是越来越违接近了 接着我们要跟你谈到 就是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 纽约市市长有没有可能 那么再出现一个朱利安尼 明年2021年 美国纽约市要进行市长的改选 那么现在市长白思豪 到时候将会下来 然后是由这个再重新进行改选 而如果我们说 纽约市又出一个朱利安尼市长 好像听起来也不错 因为前任的这个朱利安尼市长 就是老朱利安尼市长 安德鲁朱朱利安尼市长 他曾经是纽约市市长 而就在他的任内 纽约市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 那么如果说您在纽约市 待了时间久的话 你就知道 在朱利安尼之前的纽约市 是黄黑非常出色的一个城市 那么你在纽约市的42街 从这个哪看 那么从42街的从第五大到第六大到 一直到第十大到 那么这整条街恐怕都是色情店 色情街 那么这难以想象 今天的纽约市的42街 那么现在都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旅店 一些的这个百老会秀的大的戏院 非常的高级来往出入的人士 都是西装壁挺啊 很看起来都是那么样的一个 很有气派的这样子一个纽约市 但是您想象不到在当年啊 在在这个应该应该说是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这个1980 在就是在郭德华政府之后 那么就是在郭德华政府之后 那么就是丁秦氏政府之后 就是朱利安尼了 那么应该是在差不多在1990年左右 很抱歉 没有特别给您来考证这个时间啊 在那个以后呢 在朱利安尼 他从纽约市的检察官来变身 成为是这个纽约市的市长 当时他是属于联邦检察官 他在市长的任内 首先他就把这个情色的事业 全部从曼哈顿全部扫清 让他们搬迁到了其他郊区偏远的地方 那么很多情色事业进入了郊区偏远的地方以后 就因为他们的揽克能力慢慢越来越弱 最后都关门打击 所以现在在纽约市 在这种色情行业已经几乎是难以生存了 那么另外就是在很多的黑帮 当年的时候的黑帮从在这个 包括了在42街的第八大道口 那个时候在可以说是黑帮云集的地方 因为那里也是是一个这个纽约市的巴士总站的地方 那么各方各地方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那个地方的黑帮 那个地方的不法业者 毒品泛滥 以及在这个很多的一些社区里面 也都有黑帮 包括了像是在纽约市的这个华人的唐人界 那么就有福清帮了 白飞龙帮了 白虎帮啊 就是在那边就是很多的帮派 都在那里闹事 而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 而朱莲安尼他是这个身为意大利的后裔 他首先就拿意大利的黑首长开刀 然后他对于扫毒非常非常的卖力 对于黑帮他引用了就是结伙的这种这个黑社会 来作为以作为这个法律的这种起诉条件 因为这将会使得黑帮分子呢 他们受到了更重的刑罚 就是很快的时间里面 朱莲安尼把纽约市整顿的 可以说是情色 这个色情跟这个黑帮都慢慢的是减少 或者是被起诉 或者是离开了纽约 所以朱莲安尼尽管他在去年 因为他跟这个川普总统的关系 尽管他是川普总统好友 而且但是呢 在川普总统弹劾案件当中呢 他被涉及到是好像跟这个乌克兰之间的川普总统 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些的交易 那么要乌克兰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压 前副总统拜登 那么在这中间 在这个朱莲安尼被认为 从中也穿着引线 但是无论如何 朱莲安尼是在纽约市的市政上面 一个非常令人怀念 在市政上面也令人是佩服的 一个前市长 那么现在朱莲安尼的儿子 小朱莲安尼现在是不是会成为纽约市的市长呢 而说真的小朱莲安尼这个人 他是没有人认识他 因为他在过去 他也并没有在参与过纽约的这些 主要的一些的政治 跟主要的一些的活动 但是呢 小朱莲安尼 他却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老爸 Rudy朱莲安尼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那么是非常的响亮 所以现在被认为小朱莲安尼 他的确是有可能 小朱莲安尼 小朱莲安尼 他的名字是Andrew Giuliani 他的老爸是Rudy Giuliani 小朱莲安尼 他用他老爸的这样子的一个光环 的确是有可能在明年的大选里面 可能是会唤起纽约市的 对他的记忆 Andrew Giuliani 小朱莲安尼 他在过去是比较不为人知 但是有一件事情倒是人们还记得的 就是他的老爸 老朱莲安尼 Rudy Giuliani 在1994年的时候呢 他担任纽约市的市长 他在就职典礼当中 那么七岁 那个时候七岁的小朱莲安尼 曾经在典礼大典里面摆出各式各样的鬼脸 以及他的各种的这种姿态 而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相片 那么使人们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 小朱莲安尼 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盛典当中呢 那么他 这个他的儿子在当时的这些的这个情况 那么是还是到现在还是有些人是会记得的 那么看明年2021年纽约市市长的选举 将会是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人才 那么会出三来在纽约市来大选他们的身手 好 今天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美国新闻 林一台2020美国大选的特别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也谢谢您 希望您能够订阅美国新闻林一频道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为我们的节目分享 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以最新的一些的新闻 跟最新的美国的一些在今年竞选的态势 来向观众朋友们向您提出最快的报告 欢迎继续明天的时间 同一时间来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